推化性关节是高龄化社会常见的问题 不少乐龄族退休后想开启精彩的第二人生 却发现膝盖卡卡,甚至疼痛 听说爬山,走楼梯或跑步会伤膝盖,因此不敢运动 事实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科学证据显示 这些运动都不太会伤膝关节 以跑步来说,很多医学研究显示 马拉松不会增加突压性关炎的危险性 至于登山会不会伤膝盖,决定因素是在下肢肌力 循序渐进的训练下肢肌力 对于有突压性关节的患者,反而可以减缓疼痛 尤其是股四头肌,大腿后肌,小腿肌肉 强健的肌力有助于保养膝关节,让你爬山越爬越好 但是,如果平常没锻炼,突然去爬难度很高的山 那么,轻则膝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韧带受伤 重则造成软骨磨绳,走向退化 所以,平日就要借运动来锻炼下肢肌力 肌肉的支撑力越强,就能减少膝关节的负荷 而登山时,建要双手持登山障,下坡时缓步下山 切记快速冲,对膝关节造成强力冲击磨损 另外,穿戴护血对膝关节有缓冲保护的作用 跑步也是一样的,要加强肌力,循序渐进 持续运动,科学证实,身体但全面停止运动 两周就会回到没有锻炼时的状态 之后,要重新培养就加倍困难 不过也要避免超过本身能力的过度运动 所以,如果你原本就有运动的习惯 膝盖受伤后,你需要是接受治疗 而且在医师的建议下,适度降低强度 循序渐进或改变运动项目 登山或跑步都不是造成习惯节退化的主要原因 本来是不动以后才开始发生肌扫症、肥胖、骨质疏种种问题